大家好,我是湾区接隔强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佛山市順德、容貴 帶給大家是我們雅居樂的萬象棍 大家看到我身後就是我們入小區的大門 我們的小區原林就不用說話了 雅居樂每個人都知道除了名貴是種以外 也有它的回所在這裡 我們這裡鄰近我們的港珠興軌站 興軌站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容貴站 容貴站過到這裡大概我們駕車的時間是10至15分鐘左右 沿路上我們有我們的風光 也看到我們周邊的環境比較成熟 我現在就帶大家過去我們的銷售中心 好了,現在我就入到我們銷售中心了 請到徐先生和我們做一個項目的介紹 好,徐先生,這邊和你們介紹一下我們周邊的一個區位情況 好的,好的 走這邊 我們現在的區位是在容貴的哪個位置呢? 是啊 那這邊見到我激光筆手指的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雅居樂萬象棍 我們這個位置可以看到整個大的板塊 我們是位於這個葉港澳大灣區的一個核心位置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話 北面的話直接連緊的是 廣州這邊的海珠、力灣、潘漁等區 那這邊的話,南面的話就可以前往中山、珠海、澳門這邊 南面就是中山、珠海和澳門 是啊,東面的話就可以去到南沙寺茅區這邊 以及往東莞、深圳方向過去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整個大的板塊的話 可以暢響一個小時的時間的話 可以暢響越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 各個城市 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小的板塊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唯一 佛山、順德、容貴的一個順心產業城的一個容貴東部升城 我們周邊的話 主要是規劃為新的一個居住板塊的 周邊的話有比較多的成熟的流品 有美的如海東盡、佳兆月金為天下、合風東岸 這些都是超八成入住率的一個樓盤 主要是舒適為主 這裡的入住率都很高 是啊,這邊的入住率是超級高的 都有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在這裡居住 深圳、潘漁這邊的客戶、廣州這邊的客戶 客戶群體 我們容計和大量的話 都是定為佛山的一個副市中心的量計副市中心 佛山的話有兩個副市中心 一個是斯山副市中心 一個就是我們順德這邊的量計副市中心 斯山 對對對 未來整個開發的話 就是源自這條德勝河本去開發的 一河兩網的一個根治圈 隔河商網大量真神這邊的話 現時正在收緊的價錢的話 大概是兩萬四到三萬多都有的 大量 即是一開始價錢就是兩萬四 以上 是 我們這邊的話 現時正在收緊的價錢的話 大概是一萬六萬一元左右的均價 差很遠 是啊,所以說比較具備一個性價比的 容計周邊的話 都比較多的一個一手樓盤在賣的 整體的價錢的話 都是一萬三千多左右 一萬六左右都有 是啊 我想問一下現在我們這個萬象棍呢 是做到這樣的價錢 其實那個裝修那方面有沒有 我們這邊是無批出售的 無批出售 是啊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是2017年拿這塊地回來的 我們拍這塊地回來的話 都去到一萬一千零四百多元一方 所以說現在我們是低於成本價在售的 是啊 他說幾乎是開發商免費幫你們去拿 是啊 是啊 現在是一萬五元左右 一萬五元左右 看單位看樓層 其他樓層的話大概九千多元都有 八二方的六座那邊的 等一下會和你們介紹到 是啊 九字頭都有了 是啊 九字頭都有一點 是啊 我們這邊的話 看到我們整個區位圖的話 交通是四通發達的 首先說一下我們平時開車出行的樓層的話 遠一點的話有佛山一環 還有這個碧桂路 廣珠西線外環路 公升高速 可以創響廣佛兩地 是 那地鐵方面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佛山地鐵三號線 佛山地鐵三號線 佛山地鐵三號線去到哪裏 那這條佛山地鐵三號線的話 是整個佛山最長的一條地鐵線 那它就是由順德去往南海的貴城 或者是旋城區去往樹山那邊 是啊 所以說以後到這個順德合影港站 坐地鐵的話 都可以去到佛山各個核心板塊 這條地鐵線開了沒有 要去到明年年底就會投入使用 哦 即是明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了 是啊 那現在軌道交通有哪種呢 軌道交通的話 除了現成的話是一個廣珠城軌 廣珠城軌 是用桂站 用桂站我們這邊過去的話 大概是開車的話 12到15分鐘左右去到那裏 是啊 在這裏坐成桂的話到廣州南 大概15分鐘左右 15分鐘 是啊 那我們的客戶通常都在香港那邊過來 那它最快趣的途徑是什麼 最快趣的途徑的話 是到成德合影港站這邊 那成德合影港的話 是一個大人的溝通梳樓來的 那它是有地鐵 有後機停 就是說到時的話 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接到大巴到廣州那個機場 坐飛機的 那這邊的話 每天都有四班的一個鄰村 可以去到香港 中廣城這個位置 大概是140分鐘左右可以去到 就是一個小時多些 嗯 這個是大巴來的? 不是大巴來的 是坐船 坐船 可以直接去到中廣香港城這個位置 哦 其實現在呢 你這樣說 水獨交通都很方便 是啊 坐船就可以 大約140幾分鐘 你坐高鐵的話 你這邊的話 在這個溝桂站 坐到廣州南 廣州南的話 你再到深圳 坐深港城軌就可以去到那裏 回到西九 是啊 是啊 所以說大坐船的話是最方便的 是啊 每天有四班 每天有四班 是啊 每天有四班 就是鄰居都有的嗎? 是啊 之前未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19年那時候買 都有很多香港的客戶 跟過這個 就是說坐船過來這邊 然後來我們這邊看腦 那時候的話 我們都在香港面有個整體 都承批個香港客戶 接著過來看 19年那時候 是因為我們19年的話 就買一條 是啊 後來由於疫情的話 就到今年 才重新開授我們的預期 是啊 因為以前我們的客戶 上來都是乘車乘車的 是啊 現在疫情就封不了關 是啊 日程的話你過不了 所以說暫時的話 以後應該相信 都會很快通關的 那我們這個萬象郡周邊的商業配套 和生活配套 如果說生活配套的話 周邊都是成熟的一個社區 那樓下的話有些底箱 那錢大媽、美移街等等的話都有的 對面的話有個高利綜合市場 肉菜市場 那你買送什麼的話都可以在 走路五分鐘就可以搞定 哦 然後我們這個售樓部的話 是兩村各方的 以後的話會作為小區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新鮮類超市 哦 是啊 如果你想要大型的一個商場 比如說曼達 穩旺、穩旺、穩旺等這些的話 就開車十分鐘左右 到大量新城這邊的歡樂海岸這裡 嗯 那就OK的了 那如果說去到大量這邊的大信、宣都會 和這個加信廣場的話 大概都是十五分鐘開車可以去到 哦 現時的話可能就會遠一點 根據德盛大橋 那等這個旋興大橋通了之後 過去的話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去到 我現在是在見的 是啊 是啊 都會在未來的三到五年內 會投入使用的 哦 那現在即使行德盛大橋過去的話 都是十五分鐘可以來到 飛駱海岸這裡 哦 那些是大商超 是啊 你們將來這裡都應該是有 有沒有商場的 商場的話 因為這邊的話 主要是以鑽住為主的 哦 那周邊這麼多成熟的樓盤 那你人口需要的話 到時政府就肯定會有規劃落實的 哦 那現時的話暫時的話 就未有住的 因為我們周邊的話 連 即是說你過來的時候可以看到 工廠區的話都不是在這邊的 都是以居住區為主的 是啊 是啊 教育方面呢 教育方面呢 教育方面的話 隔壁的話有個崇德親輝問校來的 哦 那就是九年一半制的一個學校來的 由小學到中學的 嗯 那這個學校的話 現在就是師總工階段的 有很大的可能會轉成功樂 是啊 然後對面的話 500米斗都有個高力小學 是啊 功樂學校的這個就是 是 如果小小的話有個華厚小學 還有這個容理中學 小黃埔小學 廣東十年中小學 這些都有的 是啊 周邊的教育資源的話是非常豐富的 醫療呢?醫療方面呢? 醫療方面的話 大概15分鐘左右 可以駕車到大量的同江三家醫院 是 那這邊的話 也有個紀藍大學 第二人民醫院 駕車15分鐘左右可以過來 那時候小病小痛的話 都可以來對面有個高力維生站 都可以搞定的 嗯 有個維生站 是啊 是啊 行爐的話10分鐘左右可以走過去 有這些醫療配透的話 都可以為我們業主的一個身體健康 保駕護航 是啊 因為這些客戶過來 無論是投資也好 或是自住也好 這一方面都需要需求 是很強的 沒錯 因為這邊的話 你有人的就肯定會有需求 是啊 那陣國容計的一個常見人口的話 六十萬人 那周邊這幾個小區的居住氛圍的話 是非常之高的 等一下你可以出去看看 它所有的外立面 全部都加滿了空氣的 入月裡的話是超八十以上的 是啊 好的 你看一下以上的話 你還需要了解哪方更多 現在你在區域這裡 基本上我都明白了 因為剛才你也說過軌道交通 和生活設施 那些店舖 還有醫療 醫療 這個 教育 都具備了 我看到好像有公交車站 公交車站 就在我們門口 這條外販路 售樓撥出去的門口 就有公交車座了 可以接駁到 融貴城區 或者大洋城區 都可以 有公交車無線地接到 是啊 是啊 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投資來計的話 都非常有性價比 周邊的二手樓 現在放盤價 都去到萬三左右 一個無批價 是啊 二手樓 無批價都去到萬三 是啊 你可以上安居客 即收 都離得魚海東轉 就知道了 這裡新樓都不用那麼貴 是啊 所以說比較 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上個月先拿兩座 貧層出來賣 現在都升幅 十五百透貨 所以說很多人都衝著 這個投資的一個 船力過來 是啊 這樣和你介紹一下 我們小區的一個配套 走過來這邊 我們位置的話 就位於營銷中心這邊 現在就位於營銷中心這裡 整個樓盤的話 它是 楚北向南的 這邊是北面 南面 西面和東面 採用的一個設計風格的話 都是南低北高的一個設計風格 整個樓盤的話 佔地面積的話 有6.25萬方 建成之後的話 22萬方左右 就有九座樓 分兩期開發 其中一期這邊的 你看到的 一座二座 三座 和八座 已經全部都受輕了 這些已經收樓入住了 我們一座二座的話 之前賣的茂丕價的話 大概是1.4至1.5元左右 八座的話 是戴珍莊的 大概是1.6至1.7元左右 三座是複式的 都是戴珍莊的 之前賣的話 1.7000多到1.8萬的 那我們這個樓盤的話 就是我們瓦居樂旗下的 一個瓦盡系列的 而不是一個中九端樓盤 所以說整個小區的佩托設施的話 都是按著1.7萬、1.8萬的樓盤來打造的 所以說你現在是拿一萬元的價錢 買到一個中九端樓盤 即是複式單位那些大概是1.7萬到1.8萬 現在沒有定價 這三座 四座 五座 九座的複式的話 未開賣 都沒有這麼快開賣 三座是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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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賣的話 是1.7萬多到1.8萬左右 最撕到尾價的話 都去到1.45萬 所以說是 現在我們買這個價錢 是非常有性價比的 我們現在主要銷售的話 是這邊的 7座 現在我們是 平常這兩座 這兩座 6座和7座 現在我們這邊的貧層 已經是屬於一個親貨階段 6座的話 現在還有那麼幾十套的 1.111方的四房 1.111方的四房 是 橫天設計的四房 是 6座只有那些 是 3座的話 就看7座這邊 7座這邊是三房 96方的三房 兩天兩圍 都是南向的 四房 一個是96 一個就是三條一 是 是 後期賣這些複式的話 就是127方到135方的複式單位 是 是 兩梯四壺 25層高 兩梯四壺 價錢都是 萬 即是說 九千多到萬一都有 要看 要看梯腿 6號樓 7號樓都是這樣的價錢 是 差不多 是 是 是 我們上個週末 一個週末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賣了整百十款 是 是 我們現在的話 這兩座的話 都在走近親戶的一個階段 是 是 除了我們 承低銷售的貨量的話 和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小區的幾大量點 好 我們這個小區的話 剛才說的這個銷售中心的話 以後會作為一個大型的 一個兩村國方的新鮮超市 現時二樓的話 是一個高麗圖書館 收樓之後的話 這個圖書館的話 都會搬到一樓 七座一樓這邊的隔空層 是 我們小區的話 這個第一個大的賣點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地基的話 是練高了三米的 這個一個徹底風格的話 有什麼寓意呢 就是可以 廣東的天氣都知道 雨水天氣是比較多的 尤其是 五月份那邊 那邊 龍洲水 對 到時的話 就是說 太大的水的話 都不需要擔心 雨水堆積 會水浸車庫 這些人員 另外一個 一個 和風水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人家的光水流盆都平面 你比別人更高 都是 居高臨後 給別人的感覺 是啊 我們這邊的話 是超低密度的一個小區 用質率2.5 建築密度的話 僅有16.6% 你看到我們的樓距就知道 我們中間這裡的樓距 去到145米闊的樓距 7座和8座 這些樓距都去到75米闊 合到一個花園 是啊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個賣點 這件事在整個樓距在售的一首項目當中 我相信是沒有哪個樓距可以給到這麼出廣的樓距 是啊 我們陸法建篇的話 高達法建築35 如果說你有朋友住在我們雅居樂的話 都知道我們雅居樂 雅居樂是非常出名的 非常有特色的 我們整個雅居樂的話 所有採用的都是一些名貴的時種 我們都尊登診了國際知名的一個 貝爾高林的一個設計程度 來設計我們這個樓距 這裡都有會所 是啊 我們的話中間有個油溫池 這個神人標準的一個無邊框油溫池 都是架構式的 是啊 然後我們雅居樂都首創了 每一座樓的一樓都不住人的 架空大堂 全都架空大堂 是啊 是啊 就做了一些不同的配套設施 有剛才說的一個圖書館 小朋友遊玩的一個娛樂空間 還有共享廚房 還有柳年人 他平時可能比較喜歡打牌、吹水之類的 一個棋牌室、書畫室 這些都是有的 都是在每一座一樓的架空層 外邊的話 外邊不是露天的話都有 兒童遊樂場 剛才說的遊溫池 這邊的一個惠客花園 惠客花園 這邊的話都有一個柳年人家的康體中心 這邊 其實那個共享廚房 多不多人做 共享廚房的話 他到時是有場服務的 是 因為共享廚房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小朋友生日 那你又不想出去酒店訂吃 又想玩得開心些 又不想搞邋遢家 那你就可以跟蜜月如夜這個共享廚房 那就可以在那裡開拍片 到時的話 那些清潔衛生需要人打手 那肯定要收回少少 這個肯定 如果不收錢 你更麻煩 不收錢 叫你去用你也不用 不收錢肯定是不乾淨的 是啊 所以到時的話 如果多人用的話 那便排著來 其實去共享廚房 除了廚具都有餐具 餐具的話自大 除了廚具的話 這些是有的 是啊 有地方給你在那裡就餐 是啊 有地方 有 有餐廳 有廚房 所以叫共享廚房 這些是適合我們 喜歡入廚房的 自己去搞東西吃 是啊 所以我們整個小區 可以看到 是非常靚仔的一個小區 是 那現在餐廚房有多少個套 餐廚房的話 是我們七座這邊的三樓 是啊 稍後我們可以過去看到的 這個餐廳房 好的 是 那這裡還有些什麼補充呢 如果沒有什麼補充 我們可以去看餐廳房 是啊 可以啊 那我們先去看看餐廳房 因為我們一面了 整個餐廳房的話 一會兒你走進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 我們所採用的一個 整個圓林 煮焗的話 都是一些名貴的薯種 好的 好的 那什麼人名字士 這些都有的 今天帶大家來到 看我們的餐廳房 是 現在大家看到一個 是二加一的兩廳兩位 忽然之 有一個房是半送的 那我們進到我們這個 門前那裡 首先 拍到我們眼窩的 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呢 它也有一個生活陽台 它在交付標準的時候 已經配置了我們的水爐 大家當然也知道 我們這個單位是無皮的出售 都是我們自己的創意想法來的 當然大家買到樓之後 可以任意去發揮 我們這個樣板間 它就進來 首先第一個 就是我們一個餐桌 餐廳部分 也是靠我們廚房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 現在我們所處的位置就是 我們的客廳 客廳對開下來 有一個大的露台 大露台 大家都知道露台是送一半的 有些客戶喜歡把洗衣機放在這裡 所以 基本上這個露台的位置 它都會設置一個 進水和去水和一個電源 有些不喜歡放在這裡 就可以放在廚房的生陽台 不用那麼多惱搞的東西 放在我們廳的位置 這個廳的露台 我們看到外面也是一個花園 花園的左邊有一個游泳池 當然我在這個位置也看到游泳池 大家看到 轉頭進來 我們就跟大家看看我們的房間 進來這裡 大家看看 這是一個公用的衛生間 公用的衛生間 我們分開臨浴和外面的洗手台 是分開來的 亦都方便了 我們早上起床 一個可能要洗手間去廁所的 亦都有一個可能要洗衣服 網口洗便的 大家互不干擾 這個房間 就是我們所說的小孩房 小孩房 這裡也是一個小孩房 其中一個也是我們陽台半贈送 所做出來的房間 所謂這個叫二加一 本來就是兩房 因為一個大陽台送一半 就做了一個房間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人房套間 主人房套間 不需要分開臨浴和洗手台 都是在一起的 因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地方 一個飄箱台 房間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基本上每一個陽板房都差不多 關鍵就是我們一個觀景 大家看到我們坐在這個露台 外面也是一片的圓林和遊泳池 我們這裡最大一個賣點 還是我們樓與樓之間的樓序 比較豐富 最近這個也有七十多米 遠一點那些就超過八米 OK 基本上我們這裡都介紹得差不多 而我們這個入口處 就是在大家看到我們房間 為什麼補衣櫃呢 其實我們就在這裡 已經配置了一個放衣櫃的地方 整整條走廊就做到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衣櫃 基本上夠我們使用的了 當然女士肯定要多些 OK啦 這樣就我們這個九十幾房的二加一 就介紹到這裡 好了看完我們的九十幾房 現在帶大家看我們一百十平方的三加一 兩廳兩圍 好了現在進來呢 我們有一個延關位 我們中國人都基本上很多都 比較喜歡一個延關位的 大家是什麼鬍子 心中都有數了 延關位旁邊呢 我們也做了一個鞋櫃 鞋櫃呢 也是方便我們出入回來的時候 換鞋的地方 好 現在來到這裡 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 我們一個公用的衛生間 一進門口我們就洗手 現在最講衛生的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進來 我們就看到了 一個橫廳的設計 橫廳的設計呢 它給我們的感覺是比較健庸的 也都是視覺上是比較大的 因為它連這條走廊都利用了 那麼我們 首先 民意食為天 看看我們的廚房先 一個夭形的廚房 我們的洗菜台 也是有一個窗的 空氣比較流通 這裏同時也都留到一個冰箱位 不用說了 隨訪機基本上幾大套 都是七樓煙機 還有一個爐灶洗碗機之類的 出福到來就看到我們 最接近隨訪位置當然是餐廳了 看到我們的餐廳呢 就可以融合到六至八人的 這個都比較OK的 那橫廳設計呢 跨過我們的餐廳 就是我們的客廳了 那如果人不多吃飯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坐在後面 一邊吃飯一邊觀賞電視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距 當然做部大電視 那邊有一個客人 我就先介紹一下這邊 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本來我們所說的三加一 這個是加出來的 為什麼要加出來呢 它是一個陽台 陽台是送了一半的 所以這個房間 我們需要付錢 就是買一半的面積 就是擁有一個這麼大的房間 OK 這樣我就搬過這裡先 看看我們的露台 露台呢 我們的盡心 起碼有咪半至咪半 因為這裡跨到出去 有些人計外面 我們首先不要理會 這個就是 我們現時看到的 就是一個實景來的 那我們就把一個洗衣機 滾筒式的洗衣機 就隱藏在我們這個底部的地方 那我們這裡當然 有洗衣液之類的 那麼方便我們這裡用水洗的 還有呢 這裡可以將來做一個釣櫃 那麼也都方便我們 將這些洗滴用品 就放上上面的 那麼同時這裡呢 它也都是配置了一個 冷熱水的滴位置 冷熱水的滴位置 為什麼這樣用呢 因為它可以做一個 煤氣的熱水器在這裡 就供冷水或是熱水 其實這個除了煤氣 你都可以用電的 因為電源也都配在這裡 洗衣機的電源也都在底下 那麼我們再轉身來 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大家看到呢 我們這個設計師 他做到一個開放式的 他做一個開放式 類似我們做一個工作室一樣 看看你自己的愛好是什麼 你喜歡玩攝影就OK 喜歡放雪茄和紅酒的 也可以做一間自己的床房屋 做一個自己的私人空間 那麼這個呢 就不用說話了 就是公主房了 女孩子大嬌沙的 擺設得很完美 這個就是一個小孩房 轉進來呢 就看看我們的主人家的房間了 主人家的房間呢 它是很闊落的 大家都看到 一張大床以外 兩邊還有一個床頭櫃 還有很闊落的地方 窗台不用說話 送的 那麼衣櫃就在這裡來了 那麼當然這個房間呢 我們那個創作呢 衣櫃就做得不太大 其實呢 有些人就可以把床 輕輕往那邊移 這裡做一個延關位 同時也可以做一個 私人的一個義務間 再進入我們的衛生間 然後大家看到衛生間 也有一個飄窗 不是飄窗 是一個窗的 而這個窗呢 也都可以給到我們的感覺 就是比較通風 那麼大家都知道 衛生間始終都有一些氣味 還有呢 它洗澡的時候呢 也都有一些水氣 那麼當它有一個 流通的窗在這裡呢 它每樣東西都比較散得快 還有呢 是一個很難得的 有很多地方都是沒有的 剛才呢 我就在七座 我們的樣板房間下來 那麼大家看到我背後 也都是我們一個 小小的花園 也都有一個兒童樂園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 站這個位置 也都是給我們一個 休閒的地方 那麼如果你有些朋友過來呢 不想在上面 抽煙的 完全可以在這裡 對對啤酒 吃吃雪茄 那麼我現在就帶大家 再往我們 另一個圓林的方向看看 我現在的 左手邊 現在就沒有開了 也是我們的遊泳池來的 嗯 因為現在冬天 所以它都清晒些水的 現在在做維護和保養 現在是一個保養期間來的 每天下午呢 它都會灑水下去 因為池是要保養的 那麼到夏天呢 它就會開一個遊泳池 給大家去游泳 鍛鍊身體的 那麼當然也是一個 有償的服務來的 那麼我現在二部歌到 我們花園的另一側 另一側呢 你看到那邊 是一片圓林來的 它的共享廚房也是那邊 因為我們在會所裡面的 設置在 我們走哪裏呢 好了 剛才呢 我亦都跟大家介紹過 樣板房 和我們一個花園 另外我們也都 先前請到一個 我們的銷售主管 和我們介紹過 我們的區位和沙盆情況 和大家講一講呢 我們這個樓盤 這個萬象棍呢 是不限購的 香港人過來這裡買 是可以買的 這個是一個住宅 七十年的住宅 當然啦 我們這個位置 也是我們在信德裏面 的容貴的地方 同時呢 我們這裡 也是很方便的交通 因為我們距離那個 容貴的輕軌站 是非常之近的 如果開車或者坐點點計 大概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那在香港過來呢 很方便啦 都是一個小時 差不多的生活圈啦 因為在香港坐西九 過來我們南站 南站再駁這個輕軌 過來OK啦 同樣這裡除了我們陸路 也都還有一個水路的 去到我們的容貴碼頭 這樣容貴碼頭呢 一天去到四班船 往來香港和容貴碼頭的方向的 所以很方便 價錢也都不貴 其人那些賣到去 14000、15000、16000的 我們這裡無疲乎 都是賣到9000至1萬左右 當然呢 樓層不同 價錢也都是有些區別 另外再自己找人去裝修 或者配置裝修的 也是一個比較低話的價格 OK 今天也都和大家介紹得差不多了 看到我們一回來之後 我現在也是時候和大家說拜拜啦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關注我們的熱線電話 快快和我們聊天 OK 拜拜